你带我走了这么远 你带我走了这么远 好 你不交是吧 我自己送 你不遇到了 秦女士 你再这样 我告你非礼了 喂 姐 出事了 你和何律师私下见面被拍了 现在网上都在说你是小三呢 不计现在门口都是毒瘾的人 一级预案准备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秦斐 大家快过来 秦斐小镇呢 喂 姐 我现在堵在路上过不去了 但是我给你叫了专车 车停在B2停车场 是一辆黑色奥迪 车牌是六 六 六五五 行了 行了 知道了 喂 你是不是 我是秦斐 快点啊 谢谢 秦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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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吗 怎么了 姐 你怎么还没有上车呢 我在车上呢 可 可是不是他没有接到你啊 你确定你上的是黑色奥迪车牌 是六五五二七啊 我确定啊 咖啡我这就要送你了啊 我说你这个时候怎么还给我顾一个男司机 还怎么说啊 到时候被人拍到了都给我麻烦 姐 你说什么呢 我给你约了一个女司机啊 警察 你干什么 录音笔呢 叫出来 什么录音笔 我没有录音笔 我是赶飞机的 你 你什么都没问你就上来了 我是看到你的被内心人追我才 赶飞机是吧 我刚上车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赶飞机呢 你带我走了这么远 好 你不交是吧 我自己搜 你不许多了 秦女士 你再这样我告你非礼了 行 我不搜也行 自己拿出来 快点 你给我慢点啊 别想耍花症 人家是有记录的 她是挺聪明的 你自己看 我已经直击了 可以了吗 秦女士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误会了 你帮我开一下后备箱呢 我先走了 谢谢你啊